这个现场突然有feedback 但是只要有feedback都是好的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现在最高票的问题 目前有9票 问说请教政委 怎么样把这个公司协力应用在数位治理上面 可不可以举实力来说明 其实我现在比较常用的英文 是讲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那这个中文很难翻 可能翻成什么 民官产协力 那就是因为概念是跟我们以前讲 产官学院社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民官产或者说people public private的意思是说 是民众就是受到实际第一线影响的民众 先想出来到底怎么样解决会比较好 那但是当然民众他自己想出来的时候 他只能解决一小部分 就是他身边的朋友的问题 大家比较知道的 好比像说有一个叫吴展伟的一个台南人 他想要解决在2020年的时候 他年初大家疯抢口罩 他的line群组啊 什么群组都被他亲戚朋友 朋友说这边还有口罩 那边没有口罩所填满了 他什么别的事都不用做 那所以他因为会写地图城市 就写了一个城市 运用类似ウシャヒディ 这种东西的概念 重包的概念 让大家自己填入 我这次排队到底买到的口罩还是没买到 存量大概还有多少的口罩地图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那但是民间的困难就是说 他并没有一个方式去维持这样子的创新 一方面是完全是钱的 就是他立刻就欠了Google60万元 那另外一方面是资料品质的 因为他不可能去控制他的使用者 如果他亲戚朋友也许还可以 但是到他上了新闻 一般人他故意填一些错假资料的话 其实他完全没有控制资料品质 那更新的及时性也很难控制 除非是那个地方就是建议勇为的人很多 不然的话早就卖光了 但是上一个人20分钟前说还有的 那大家的赶来就会扑空嘛 所以不管是资料在搜集端的品质 或者是在处理端的及时性 这个都是民间比较困难的 民间最容易做的就是应用层 怎么样子应用的界面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 因为他们就是碰到问题的人嘛 对吧 那所以在People, Public, Privacy, Union Public, Sector 就我们公部门 我们做的事情是所谓amplified norm 就是民间先创造一个norm 这样才是正常的 我应该要及时看到口罩存量 那我们去把它增幅 那增幅的方法就是透过OpenAPI OpenAPI就是好像我们来提供一个承诺 一个合约吧 就是说任何人 包含无展位 但不限于无展位 都可以及时的每30秒 接取到口罩 在每一个药局的及时的存量 那这样子一件事情 我常常都把它叫做反向的采购 逆向采购 reverse procurement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因为如果是采购的话 那大概是我们决定 甲方决定spec 那乙方只是负责实作 那而且我们只会找一个乙方 那但是呢 就是最有力标 评选出来的那一个嘛 那但是反过来的反向采购是 群众 重包 民众 像无展位 设定那个spec 他们变成甲方 我们健保署反而变成乙方 我们实作这个spec 那当然也只有一个健保署 但是呢 我们会扩充这个 所以不是只有这个甲方用得到 我们会要求用创用cc授权 就是政府开放资料授权 把它公开 那公开之后呢 就不止它啦 江明宗啦 或者是 疾管家啦 或者是不是地图 而是对话机器人啦 等等 全部都可以去 像分散式账本那样子 一百多个掌本 及时地进行应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民道官的这一点 它是有赖于 我们的crowdsourcing 就是群众外包 那官道产的这一点 就是有赖于open API 我们开放出来之后 除了吴展伟之外 还有一些 比较监督批评我们的朋友 像开放街图社群 我记得当时高宏安委员 看了开放街图社群的资料 那就咨询我们陈时东部长 说 虽然我们说药局的分布 跟人口的分布 刚好是一致的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因为内政部有提供 这种叠图的资料嘛 那我们自己觉得说 平均每个人 离旁边有的口罩的距离 是相同的 差不多相同的 那我们分配很公平 那但是 高宏安委员就用 开放街图的数据指出 说不是这样子 有公共运输的地方 甚至只隔着一条河 这个基隆河 还是什么淡水河 立刻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地图上同样的距离 不表示你投入了交通成本 是相同的 所以其实看起来是公平 但是其实是不公平的 那我记得陈部长 当时在听这个质询的时候 他的回答是 那委员你教教我们嘛 我们现在看得到 实际的用量 但是我们看不到需求嘛 教我们怎么看到需求 怎么做血量反应 那但是 当然他这样子一讲 其实开放街图社群也好 高委员也好 他不得不进入一个 共创的模式 他也变成 就是民管产里面的产了 那确实他也提出了 比较好的模式 那我记得我们隔天 24小时就实作了 而且不止在药局嘛 包含预购啊 等等的系统都上线 所以 我这些point是说 我们透过这种 及时的公司协力 我们创造的是说 不是只是 大家都可以指出问题 监督那么简单 而是从单纯的外往内 就是民间往我们克责 那转变成民间也可以当责 就是他可以承担这个责任 因为我们说 我们看到的数据 就跟委员看到的 或社群看到的一样啊 那委员说不公平 那到底公平什么意思 教教我们嘛 这个时候 因为他有充足的资料 他还真的可以教教我们 那像这样子的 共创的想法 我觉得就不是只是 单向的 就是政府往外的 规则的设定 以前所谓的 数位政府的工作 也不只是 民间往我们内部的 就是所谓倡议的 这种活动 而是真正是治理 就是内往外外往内 是交织的一个情况 社会部门设定常规 我们增幅常规 然后多个产业部门 一起来实作这个常规 那这是 就是一个小的例子 因为问题开始增多了 有七个问题 我每个都稍微提一下 想那如果现场 有人要追问的话 麻烦就打断我 那如果不打断我 我就会开始往下 往下移动 那有13位朋友们问说 内政部非常注重安居 跟安全 当然 那认为其中可以应用 公司协力的面向 有哪些 这非常好的问题 我觉得安全的这种感觉 它一部分是来自于 守望相助 那守望相助的意思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一个安全的 不要说最好的做法 best practice 可能叫好的做法 better practice 是什么 那大家都可以 建议勇为 然后去提醒彼此 去来实作这个norm 我觉得是相当好的 那我们自己在 开放政府的 协作会议里面 我们常常处理这种 重包式的 大家来帮忙 守望相助的这种系统 以及这种系统 所造成的正面 跟负面的影响 我想到的就是交通部 他们所谓检举达人 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 以及检举魔人 按照这个 这个某些受到 不利影响的朋友的想法 但其实是同一组人 我们还是叫达人好的 的这些朋友 那一方面 当然我们总统 被黑客松 一向都有让这些达人的检举 可以跨现实 共用相同的API 那他们就不用 学习很多套系统 那这个在服务递送上面 是绝对是一件好事 但是当我们把服务递送 越来越正规化之后 那结果也就是 那个量变得非常大 非常的繁重啊等等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当然大家在 参与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无形之中觉得说 对于道路安全 我们都有了贡献 而且也可以设定出 对于道路的 常规使用 到底是怎么样的常规 不是只有单纯警察来维护 那反过来讲 就是说 这里面也难免有 当年物占委在最出版的 口罩地图碰到的 那种杂讯的问题 对吧 就是可以有一个人 他重复这个 一秒钟里面 就登录个 两百次 因为他有API了 会写机器人嘛 那或者是说 他就是连串的 这样子连续这个 每六十分之一秒 举发一次 理论上好像也做得到 那或者是之类的这种 造成我们第一线的警政同仁 非常大的负担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后来我们在协作会议上 就是透过具体的共创盘点等等 去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我们的量能是有限的 这个量能 我们最后的目的 还是要让道路真的比较安全 而不是只是 让检举的人觉得比较安全而已 所以我们要恰当的运用 我们的警察同仁的量能 然后去把一些 实际上面就是过度频繁的 或者是其实也就 举证很难查证的等等 这些样态 慢慢的让他退场等等 那当然这一部分造成了相当大的 就是民间不同的见解 但是我觉得我们蛮好的 就是一百多次协作会议都没有翻桌 所以大家都发现说 真的大家可以更平均的分担一些责任 更加当责 那这种Mutual accountability互相给得出交代 我觉得大家都虽不满意 但是勉强可以接受 这算是一次蛮成功的协作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整体社会对于道路安全的那种意识 也增加了 所以在过程里面 就又冒出另外一个连署案说 这个应该要学习指挥官 这个每个礼拜开一下 这个道安的那个加几加零加几 那还是什么重镇清零 重伤清零什么之类的 这个就变成一个 民间非常夯的一个话题 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 整理了我们的数据的pipeline 那达到说 至少卫福部跟交通部这边 按照那个数据更新的周期 可以去管考说地方政府 有没有做到当则的 向民间透明的揭露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还蛮正向的在安全跟安心 上面的一些具体的例子 整体来讲 我觉得是往正确的方向前进 那中间当然磨合 跟第一线的朋友是特别辛苦 那希望有多多少少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那 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上堂课的讲座 有讲到说 国外把疫情当作转型的契机 台湾也是把疫情当作转型的契机 只是我们还没有真的面临而已 不过我们马上就要 面临真正意义上的减灾了 那我们却是希望恢复到以前的生活 想请问政委 政府现在对于后疫情时代政策方向怎么样 如何 藉由这一次的疫情来协助台湾的企业 特别是在数位转型上面 做一些贡献 不过我想最主要的 还是我们要怎么样子确保说 我们不要落入一个非此即彼的东西里面 我们在国外很多地方 我们会听到说 对啦 我们就是要推数位转型 就是要推远距 就是要推什么东西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在公共卫生上面 我们不能推行一些 非常严格的一些措施 那或者有一些Jurisdiction 它刚好相反嘛 它不是就是增幅社会来控制疫情嘛 它是透过疫情来控制社会 那在那些Jurisdiction 他们的状况也是转型了 但是是往集权转型的一个契机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就是说转型就是好的 转型它是往某个方向的一次大的变革 而且是好像非做不可的这种 不转不行的这种感觉 但是那个方向 我觉得不能有一种 好像我们专门强调经济价值 或者专门强调国家控制的价值 我们应该不会了 那或者专门强调什么别的价值 而是说现有的社会的价值 应该是我们发明的这些技术 包含数位转型的技术 来配合社会的价值 而不是强求社会去配合技术 这个不能全面兼顾 所以我们只好丢掉某些价值 人权的价值 这个民族的价值 然后来迎合说 我们技术反正只能做到这样子而已 我觉得这个我们是不买单的 是不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国外很多 他们是非转不可 而且在过程里面牺牲了 真的很多这个偏乡的学童的 受教权等等 健康权等等的这些价值 我觉得后疫情时代我们政策的方向 我当然不敢帮这个指挥官说话 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看到的方向是说 我们就开始了解到说 我们本来不熟悉的一些工具 像我们现在今天用的视讯 我们终于开始比较熟悉了 同仁这个一回生二回熟 下次就比较会设定 这个音讯的那个播放了 那等到大家不得不熟悉之后 就会发现说 真的说不定在某些情境里面 这个比见面要来得好 那见面可能三分请 那我们设定的好的话 其实更加不会打断彼此 而且看得更清楚的话 那就说不定线上也有个两分请 何况现在见面讲话要戴口罩 对不对 也倒扣一分请也变两分 所以现在是差不多的 那所以就是在这个social norm里面 我们就算疫情完全过去 那之后大家发现到说 我们可以省时省力 可以比较安心的情况 我们是保持这个面对面的 那种感受的高频宽 那但是低延迟的情况 我们现在也设定出来之后 可以借由这样的说计技术 达到广连结 那广连结就不是取代 面对面的沟通 而是让面对面的沟通 能够碰到更多的人 像我跟我的嘉医科的朋友 沟通的时候 他立刻让专业的 医疗团队进来啊等等 这个就是非常常见的 目前的一种用法 而且未来 因为远距于投药啊什么 我们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 绝对大家都会 非常熟悉这样的用法 包含虚拟检报卡 怎么用等等 那有了这个习惯之后 之后在本来觉得 没办法的地方 那我觉得我们就 多出一些新的办法 所以它是 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无害并存 Harmless coexistence 数位转型 不是去侵害现有的价值 而且它跟现有的实体的 是并存的 不是透过数位转型 去剥夺掉那些 已经习惯实体的朋友 的使用方法 这是我自己 比较想要持守的价值 希望我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在政府的数位治理的过程里面 跟公司协力连结的过程里面 最大的成功的关键为何 我觉得最大成功的关键 就是你尽早尽快失败 那如果能够尽早尽快失败 而且轴转的话 那就很少有不成功的 那这个就是开放式创新 跟一般的我们大家习惯的瀑布时的开发 我看下一个问题会敏捷吗 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是公开失败 那像维基百科出现以前 大家都觉得编个百科全书 你必须要先找到专家 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然后呢 commission先设定主题 再进行撰写 撰写完之后 经过严格的编辑工作 最后再发表 那但是维基百科是把这个方法逆过来了 开放截图什么都是这样的 就是他先发表 而且发表都是大概很大的问题 这个很偏颇 那但是看不顺眼的人就会跑进来编辑 那最看不顺眼的专家 编辑到一个程度就会挑进来重新 所以他是把就是创建编辑发布的顺序 完全的导致 那导过来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在网络上面其实很多东西会攫取我们的注意力 但是如果你是专业人士的话 就是似是而非的东西最会攫取你的注意力 所以就会有所谓专业的五楼跳出来打脸 等等这样子的行为 那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要透过群众外包的方法 把这些所谓专业的五楼跳出来打脸 真的能够收敛起来收拢起来 然后变成说 那他这个你行你来嘛 我们开门造居嘛 你做一个更好的嘛 那他更好的口罩的分配的方法 这样就出现了 更好的这个让大家知道现在疫苗实际需求的方法就出现了 更好的省力 而且不侵犯隐私的这个疫情调查的方法也出现了 那现在更更好的 你连QR Code都不用扫的 现在也在推行了等等 所以就说每一次的创新都是让后面的 觉得前面很失败的 更容易出现 而不是说因为我要很完美 那大家要帮我按赞拍手等等 但其实因为状况改变了 所以因为也没有人知道我创新的过程 所以也没有办法帮我做必要的参数的调教 所以不怕丢脸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像总统梅黑客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里面平方投票的一些想法提案 许愿等等 我看很多都是承办统人 甚至就承办科科长自己写的 那但是因为你看那个行文是有一种标凯题的那种气息 那但是因为它是像slido一样是允许匿名的 允许化名的 或你找一个你的社会部门的朋友帮你提案的 所以就是说当总统梅黑客松到前20强的时候 很多看起来就是民间提案 或甚至纯民间提案 那但是搭配起来之后 那当然我们这边就说配合办理 而且现在可以请公假了 未来可以续讲了 非常的棒 那但是其实到最后真的变成卓越团队的时候 那我们细细的去调查访谈才知道说 其实最早的那个想法 其实很多就是我们成本统人自己提出来的 只是他在体制里面 他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太大 超过他的部门 甚至他的部会可以自己解决的 所以他指出问题就要解决问题 他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所以他透过刚刚讲到的民官产协力的方法 他先取得正当性 平方投票是什么 那透过这个黑客松的实作 那不成功 我们就公开失败 反正只是参加民间活动 总统府指导的民间活动 那反正失败无所谓 那但是如果最后成功的话 那他就有一个创业的基础 那这个创业可以是内部创业 就是他在他的这个部门里面 出现一个新的分支 一个新的科技计划 像究竟是哪里占通 就是这样子的例子 又或者说他真的就 enable民间的这些社会创新家 开始一套就是新的设创的方案出现 我们也有很多的就是民间所做的APP 事实上就是公家机关认为说 透过凤查这个APP 我更能把环保署的数据 推送到所有人的身上 我根本不需要自己来做 这样子的一种应用程式等等 但是这个都是奠基在尽早失败 尽快失败 然后就快速走转 在这件事情上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那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要怎么样激发公务员的想象力 以及走出舒适圈 其实像这种匿名 可以按赞的平台Slido 我觉得这是所谓chip and cheerful 就是他不特别花力气 而且很容易设定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那像police也是免费的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所以就是说我们弄一堆 这种很容易使用的 而且它的这个翻译是 我们在地的人没有问题 像Slido的中文翻译 根本我贡献了大部分 所以如果翻起来不够在地 这个随时跟我讲 那这个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这套技术并不是 好像它opinionate 就是它有一套设定的用法 而是我随时需要的时候 我就开个Slido 大家就开始匿名的发表意见 那这个就很可以 激发公务员的想象力 那至于走出舒适圈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我们像我们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我们办协作会议的时候 很多的小作长 我们是用轮值的 而且会特别挑一些跟那个议题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 来担任小作长 那为什么做这个呢 就是说因为他们也是 其实也是乡名 下了班大家都是乡名 那所以像我们好比较讨论 报线软体的怎么样子改造 那说不定就是 其实我忘记了 但是假设是好比较 海巡署的同仁 来担任小作长 那在我们讨论 向海之景的时候 渔港开放钓鱼啊 或冲浪啊 什么之类 那说不定反而又是 国税局的这个 国税署的同仁 赴税署的同仁 那又或者像说 这个我们在讨论 就是怎么样子去 像刚刚讲到那个检举达人 真的就不是交通部的同仁 而是平常就有检举习惯 或者有辆车 每天就被检举的这些 其他部位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来担任小作长 那这个对于参加我们这种 比较类似协作审议室的 讨论的民众来讲 这是全新的经验 因为以前他要么就是碰到一个 很会主持 很懂公共行政 可是完全是站在政府那个立场 因为他是公务员 或领政府的钱的朋友 或者是说他是一个counter expert 他在民间非常厉害 也束缚众望的这个学者或什么 但是他本身比较没有 公共行政的经验 那但是我们因为有这种跨部会 好像临时戒掉小作长轮掉制 所以他们就碰到 真的很懂公共行政 而且好像怎么是站在 也觉得报社问题 很烂的这边的公务员 因为他是别的部会 这不是他要负责解决的事情 那这样民众感觉就非常的亲切 而且对于这些PO 这些开放政府联络人来讲 他可以很舒服的走出舒适圈 那就是创造这样子一个安全空间 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一件事情 那当然我们在总统杯 也是试着营造这种安全的空间 就是你可以很容易的采线 那但是这个采线是你作为 也是很了解公共行政 所以你采的方式是提出可行性方案 那为什么你可以很安全做这件事 因为是你的社会部门朋友 或干脆就可以匿名做这件事情 但最后如果没有解决方案 你就可以说我只是想应许 许愿池活动而已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就是大家的风险都降低 但是那个效能感就提升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那 我们有 亲爱的朋友说 有除了公司行李之外 其实政府各部会之间的合作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确实疫情这两年下来 我就是做了很多 这种串接的工作 其实有的时候 三级机关在同一个部会内的距离 比部会之间还要远 那或者是三级机关里面的科跟科之间的距离 有的时候比就是在习惯中间还要远 这个都是很有趣的状况 那例如上一堂讲座讲的 所谓就即将一站通 那到现在确实都还在整合 因为他碰到了非常多额外的就是你不整合不知道的需求 所以这个真的是需求访谈 没有办法事前用瀑布式的方法做完 而是你每做一步 你又发现你又多要整合一些利害关系人进来 所以真的是每一步都卷动更多人 事实上是这样 那又或者是说内政部之前在推行的EID 那原本当然也很想跟健保卡结合 但是卫福部是持反对意见 我记得我刚进那个没多久就协调这个 那结论就是不要整合 对吧 就是留下这个可能在自己手机上面用虚拟的方法 整合的空间 那后来也做了虚拟健保卡 但是不要在实体卡上面去进行结合 那主要的原因 其实我自己后来想一想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用法里面 其实不是只是EID的那个用法 身份证很多人拿去双面影印什么的 健保卡也有人拿去单面影印之类的 所以就是说他在那个实体的 什么停车换证啊 什么的用法 那个norm 其实已经完全超出我们本来设定的那个资安的边界了 我相信健保卡当初设计的那个条例 也没有想到他后来会被用在这种实体的类比的情况 那当然身份证本来就是一个类比的这个情况 但是未来假设就是有结合自然凭证的话 那就我的自然凭证会随便放在停车场 给人拿个两小时 那这个哪里怪怪的对吧 所以就是说他因为本来就有实体的mode 当我们要推出一个数位的norm的时候 除非我们就是专卡专用 做专门的那个norm 像自然凭证 不然的话你就会碰到两个norm难以弥合的这个问题 那我不觉得这完全是部会间合作的问题 而是就是民间已经产生了不同的norm 而我们有没有很好的把民间的norm收拢回来的问题 不过我这边也要帮内政部讲句话 就是我刚进来的时候 当时东毅老师其实真的是有收拢过当时的norm 只是很不幸 就是在疫情期间 健保卡被我们拿去做很多别的事情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发现健保快一通它有一个非常强的当则机制 然后而且你及时发现数据有问题可以纠正 你可以要求反向的audit 甚至像后来这也影响我们 就是简讯十连制 他别人怎么看了你的资料 你在SMS.192可以很容易的反差 甚至到最后台湾社交距离 也因为社群的压力不得不抛弃掉 几乎所有的著作财产权 变成是一个跑在我手机上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要看城市嘛 的这个norm 这个在1617年东毅老师跑那个工作坊的时候 可以说是都没有的 或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就是会变成是说 我们以当时的这个策划 推出的东西 也跟个部会说 A norm长这样子 那但是因为疫情剧烈的改变了 就是民间使用健保卡 跟健保相关的infrastructure的情况 所以大家期待就水涨传告 所以这里的 我觉得解决方案就是很简单了 其实就是试着去增加民主的平宽 跟降低民主的延迟 那所谓增加平宽的意思 就是用更有效的方法 让大家随时norm改变的时候 就可以像我们在疫情期间打个1922 norm改变了 你只要打个1922 就说你现在配发口罩 但是我是小男生 我只拿到粉红色的 这个violet我的norm 我班上的norm 我不想去上学了等等 那这个降低延迟 就是隔天下午两点 所有指挥官 所有人都戴粉红色口罩 他们家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甚至就建议指挥官说 而且指挥官也同意了嘛 说粉红暴是他的英雄什么 所以就是粉红色变成英雄的颜色 那anyway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你有这种高的贫困 低的延迟的方法 把民间正在改变中的norm 很容易的增幅给大家看到 那这样我觉得 当norm改变的时候 那我们跨部会之间 就可以快速的收敛到 这个新的norm上 那但是当然就是 我们如果是强制性的 一些措施的话 我们很难等到norm收敛 我们就必须要去实作了 那但是我们说是up in 和比像说你扫QR Code 其实不方便扫的 像我阿嬷出门都不带手机的 他不可能扫 那我们就是盖个姓名章 还是可以进去 我们绝不废除纸本 那像现在蓝牙也是在 无害并存的情况 就是说 如果店家还是不觉得 comfortable 因为我是便利商店 你待个不到两分钟就走 那蓝牙装的人不够多 那我就说 你用台湾社交局 还是扫一下QR Code吧 不然就填个好像名片一样的东西 丢进盒子里面吧 所以三种模式都在无害并存 那所以如果我们推出的时候 是无害并存的这种概念 而不是说我们就top down 现在就是所有人都去用蓝牙 其他别的都不能用了等等 那这样我觉得 我们就更容易克服跟解决 因为这样子 每次收敛的时候 你只要收敛到 愿意使用的那群人 虽不满意但可接受 而且不愿意使用的那群人 他不满意他不用接受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会更容易克服跟解决 那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们有八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关于公司协力 内政部的这个平均地权条例 建立了炒房的检举奖金的制度 也算不算是一种公司协力 当然但是它是比较是supplementary 就是说方向我们已经确定了 执行方式已经确定了 只是在执行的时候 那请大家来帮忙 这当然是公司协力没有问题 只是它就不是我刚刚讲的民官产协力 因为发起的还是公部门 就是设定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公部门 我刚刚特别讲的是说游戏规则的参数 是由民众透过联署或者是透过协作的方式来共同制定 那这个就是complementary 就他们也可以想到一些我们本来想不到的东西 或者是像刚刚讲口罩地图等等 那就完全是民间所主导 我们的工作其实是国退民进 就是我们就是说那健保署自己就干脆不发布这个存量资料 我们完全只出API 就是所谓的headless的这种方法 那这种headless的方法是可以最大程度上面的 让民间的创意能够去引发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complementary到supplementary这个比例 每个种公司协力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但是只要促进参与 我想都可以算是公司协力 并没有说哪种才是正宗的正牌的 而是说按照那个题目的形状不同 大家兴趣跟意愿不同 你事前能够commit的这个拘束力不同 那你就可以调整这个公司协力里面主动跟被动的这个比例 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 那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OK所以刚刚讲到了要尽快失败尽早失败 那我们来分享一些公司协力的失败的经验 我自己的有两个失败经验都跟口罩有关 那我就简单讲一讲 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2020年26号 我们刚上线口罩地图 而且是透过正规的API来上线 当时我们真的很高兴 就是吴展伟的江明宗的 以及疾管家的至少有三个implementation 所以就算哪一个突然出错或当即了 我们有resilience 我们有韧性 有回弹力 那大家可以就是在那个 我家的那个工序平台上面 看到有非常多个地图可以用 那但是即使是我们本来觉得 这些都准备得很好 但是我家旁边的那个药局的玻璃窗上面 立刻就贴出来了不要相信APP 惊叹号的这样子一个大字报 而且惊叹号是全形的自己一张A4 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多大 那好 所以我就是刚好走过的时候看到 我其实是有一种玻璃心的感觉 那anyway 那但是我的这个人的强处就是说 我每次有玻璃心的情况的时候 我就赶快跑去睡觉 然后睡足八个小时九个小时 那到自然醒的时候 我就稍微强化一点我的玻璃心 所以我醒来之后 我就跑到那个药局 然后推开门 然后去问钥匙 没有我还不太敢问钥匙 我要先买一些冬虫下草什么东西 就是有一种友善的感觉之后 然后顺便结账的时候 问一下钥匙说 那个就是门上那个不要相信APP什么意思 那钥匙就跟我说 说因为他们是发号码牌 所以早上九点大家来拿健保卡 放在药局换号码牌 所以号码牌中午就发完了 可是因为我们是用过卡 来扣那个就是及时的数据 所以从口罩地图上面看起来 它一片都没有卖出去 那所以大家就会 不厌其烦的打电话 来问说 这个地图上面说有 为什么你们说没有了 那他们就不声其扰的 每次都要解释说地图不准 那所以最后他们就忍无可忍的 就在门口贴说 反正地图不准不要再问了 anyway这当然是蛮失败的 说真的 那但是发号码牌也是一个创新 社会创新 不是政府发明的 这个钥匙工会 他们自己发明的 口罩地图也是社会创新 不是我们发明的 G0V发明的 那这两个每个看起来都不错 凑在一起就 可乐碰到曼陀珠就爆炸了 那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的解法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尽快地承认这个失败 所以我就跟钥匙说 那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 真的很抱歉 那不过如果你是唐风的话 你要怎么办 对那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明天还会过来 那他要跟他的年轻钥匙学会 还是什么群组讨论一下 那我隔天回来 那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那个上面的那些大字包不减了 A4都撕掉了 但是问题是健保署什么都没有做 所以他们怎么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就很好奇 那钥匙就跟我说 说他们发明了一个方法 就是在竞销存系统里面 每天收到配送的口罩的那个栏位 原来前面可以加上一个小小的负号 就是一个减号 那他只要有一个负1500负2万负5亿 那他的存量就变负的 所以顾客要卖给他口罩还是怎么样 但无论如何 他存量就变负的 那健保署的API不能处理负值 所以他只要一旦存量变负的 那他就会消失在地图上 他那个roll整个就消失了 那CSV里面他就不见了 那所以他们这个是已经接近白帽骇客的程度 就是这个测试了我们的资安的边界 我们input validation没有做好 对吧 那但是我们也没有做个资安通报 因为这个事情还具有公益性 对不对 应该我们要主张这是一个feature 这是一个功能 不是一个bug 那所以当时钥匙还跟我说 不要跟指挥馆讲 因为如果这个漏洞关掉的话 我们只好回去贴不要相信APP了 那我后来就回去跟健保署的同仁讨论说 因为当时也刚好碰到说 我们周日开始要让药局可以休息了 我们就说那这种隐身斗篷的功能 反正你本来就要实做 是不是我们就把这个控制权交回给药室 就你礼拜天我们预设你拉下铁门 那在地图上消失 但你如果要打开铁门 就是你还是要卖口罩 那我们给你这个toggle 给你这个开关 那平日里面随时你只要按上那个开关 你就拉下铁门 等于把这个控制权交回给药室 所以即使他继续发号码牌 他们当时其实很多已经不发号码牌了 但是即使你继续发 你发完的那一刻 你只要赶快按那个按钮 你就从地图上面消失 就是官方的给一个隐形狗逗篷 那给了这个之后 我们才可以把那个就是负号 那个什么福点数意味什么东西 的那个问题去把它修掉 所以是这个资安通报是有一个良性的作用 对吧 那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多层次的失败 不是只是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我们误以为说 在地图上面离药局的距离 就是你要花的时间的那种政策 规划层级的失败 而是民间的不同社创 不相容的那种失败 这个传统上是最难解决的 那但是我们就要相信现场的朋友的创意 只是这个创意包含白帽骇客那种创意 我们要够快的低延迟的 把它变成 那我们就来配合民间 而不是变成说 好像我们就是收到资安通报 我们就关掉这个漏洞 加重大家的申报负担 那这样的话到最后要是 还是绝对不会加入我们口罩国家队了 那当然他们是最最辛苦的 在此事上最深的敬意 所以这是一个后来有成功轴转 但是当时真的玻璃性很严重的一个失败经验 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 有五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政府机关要怎么样子导入 敏捷开发方法来推动创新 这也是非常好的问题 当然这里在讲的应该不是只是 我们的这个敏捷招标的什么范本 什么我们webguide的那个网站上面 所提供的这个敏捷式的规划 政府数位服务指引 政府网站营运交流平台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应用分享 直来UCD工作方 这些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 而且可能背的比我还熟 所以我就不在这边背书了 那我讲一个比较像是感受性的东西好了 就是说通常我们导入敏捷方法 就是快速回应需求 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导入敏捷而导入敏捷 而是这个spec变动太快 好像变毒它的突变太快 病毒每次突变的时候也不会先等我们对吧 那他们就这个版本号什么Omicron 什么Beta 1 Beta 2什么之类的 就是它会自己发布嘛 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的外面的这个压力 变动的压力大到超过我们的平常能够所使用的瀑布模型的那个迭代的时候 我们不是导入敏捷 我们是被敏捷 就是我们非敏捷不可的那样子一个情况 那所以就是它不是传统上面的设法社会发展 是你可以去做这个longitudinal study 去做统计去寻政决策 这个大家都非常强的 我们也不是产业发展 就是你提供诱因之后 这个私部门自己就做出一套多盈的方案来 这个既不是设法也不是产发 可能叫突发好了 就是完全是突发式的那种开发 那突发式的开发大概都是为了减灾 那只要为了减灾 大部分敏捷里面的那个概念 就是说让第一线的顾客进入你的团队 变成你共同创业的伙伴 这个在设法跟产法都很难做到的 在突发的时候 因为有什么就是指挥中心啊 紧急EOC啊什么东西 那这个就是当然的事情 你本来就需要第一线的人 在那个决策里面去提供协助 又或者像说我们在开发 从简讯时连到我帮忙 台湾社交距离开源等等的时候 其实帮助我们的就是 卫福部夜调过来的 我们这个彭美琪健人参议 他其实当年SARS的时候 他也是疫调人员 所以我们就可以借重 他在当时的比较类比式的 疫调的经验 去知道说我们把数位的疫调 建构起来的时候 我们哪些类比的价值 不能够放掉 不能让疫调人觉得说 好像我是被一个比我烂的机器人取代了 而是说一个辅助式的 共通的疫调平台 是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容易 而不是说好像他反而要来教这个 就是不成材的机器人 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这个也是很敏捷 因为每一个版本出来 demo day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几天之内就要修改 就要修改等等 所以我具体的建议 就感受性上面的 就是去找 我们知道必然会发生 但是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发生的灾难 这个台湾我们知道 就是经常发生这种东西 那然后所以我们在那个 任性的筹备的时候 或者是在演习的时候 演练的时候 那我们就第一时间 把第一线可能会受影响的朋友 都变成我们的像 major trauma 就急救难以赞通 就是你就知道它一定会发生 真的很不幸 你只是不知道发生在谁身上 什么时候 那但是因为大家都预期说 下次还是会发生了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去 replay之前特别大的一些 像高雄气包啊等等这些事件 然后一起去想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敏捷的 下一次只要能够稍微 iterate 让资料品质再好一点点 再通知到多一点点 再省几秒钟下来 那这个对于这个突发状况 就其实还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它不需要一个top down的 我们这个一年期 十年期要做到什么远大的目标 而是每次突发的时候 我们比上次突发 以major trauma来讲 可能就昨天 稍微做得好一点点在哪里 那这样子反而是很容易的去达成 敏捷要导入那个精神 而不需要被敏捷的这个形势所捆绑 那这个户型还是最重要的 就是一些很容易的小的这个改善 那就算只是稍微省掉 大家两三秒钟的时间 你也多了两三秒钟的时间 可以去想敏捷 去想创新的工作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几位朋友们问说 可是政府似乎从来就不肯承认失败 或者说为了选举不能承认失败 或者是有这样子的压力 你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是说 这个压力摊题来讲就没有那么多 也就是说当你每天下午两点 都稍微承认一下 昨天的哪个做法失败 而今天的哪个做法会更好的时候 像我们指挥官一件 连续做两年多的时候 大家真的不会感觉到是失败 大家真的觉得是 就是指挥官有纳入第一线的同仁 医疗同仁 地方政府同仁 的良好的创新的做法 因此把之前那个公版 比较不好的部分 参采地方的意见 第一线的意见 而做了及时的调整跟修正 那当你变成每天都这样子做的时候 其实真的感觉就没有什么 就是太大的面子上面的问题 的这个压力 那我也就是一路看这个带状节目到现在 真的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同仁是还是比较有一种僵硬或者是压力 或者让新闻记者问到宝 觉得心里有点焦虑等等的那种感觉是会感觉得出来的 那但是越到后来随着这个指挥官EQ现在应该已经爆表了的这个情况 那我觉得公共务团人越来越适应说那对我们就是及时的来修改嘛 因为病毒是及时来修改他并没有在等我们的等等 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两年下来对于敏捷这件事情大家都有更多第一线的 议会跟第一手的这种体会 那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什么面子问题 那所以每一次推出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它有更好的参数可以来调整的时候 那大家也看到我偶尔没有穿个背心就跑去智慧中心在那边说这个就是很抱歉之前的那一个在 好比像说离岛事办的那个1922什么我们发现了一些状况 那我们现在就调整我们的参数那让大家多等一下真的很抱歉 但是第一线的同仁告诉我们说你不需要健保快一通直接输入健保卡号 就可以进行登记跟预约了那对他们来讲这个状况确实是比较好 那很抱歉我们昨天的状态是比较不好的等等 那大家也会发现我现在讲这个就是已经到熟悉而流的程度 已经是那种就是gorilla强化玻璃的那种程度 那完全没有玻璃器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政务官也是会进化的了 大家都在这种突发状况任性的状态待久一点 那我觉得就更没有面子问题 这个跟选举的关系我想比较没有那么大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那有七位朋友们问说跨机关的资料流通跟资料整合 常见的困难有哪些 以及有什么比较好的解法 当然这个是没有办法一概而论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资料分成开放资料跟就是个人资料 那开放资料就是我不怕你知道 我只怕你不知道的这种资料 那这种资料我们最后的目的是要把它变成common knowledge 就是说不但公部门可以假设民间已经知道了 民间也可以假设公部门知道民间已经知道了 可以这样一直递回下去 那只要是common knowledge 那创新的成本就非常非常低 因为你不用解释这些资料怎么来的 它的意义是怎么样 那每片口罩也不会主张 它是就是non-fungible嘛 对不对 不可同质化口罩 好像没有这样 其实有了 什么报文荧光限量口罩 但是除了那种之外 我们在实名制配给的那种可同质化口罩 那基本上也没有各自问题 也没有营业秘秘秘问题 那戴口罩的人也不会主张说 我有带或没带 我在这家药局买 在那家药局买 我的添购了这个儿童口罩 我不希望我后面排队的那个人知道 等等这种隐私 不是各自控制 而是隐私的状况 这个也几乎是不存在 所以为什么口罩地图可以这么快 就跨部会的做到开放资料流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真的是纯粹公益目的 而且在里面的每个环节 跟隐私都一点关系没有 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太大的困难 最大的困难都是我们那个pipeline 到底是不是ready 我们是不是有良好的数据品质 数据的bias就是它的偏见 被像开放截图社群跟高委员发现的时候 我们这个feedback的速度多快 我们多快的能够把民间的创新引入等等 那这个虽然有挑战性 但是现在大家都有几次经验了 我觉得并不困难 那真正的困难是出现在各自 因为概念上面是我们作为个人托付 给政府 当初收集的时候是有一个固定的目的 这个目的呢 你要超出它去流通跟利用 那当然各自法里面有写这种太阳 那但是通常所要求的就是 他对那个当事人要有好处没有坏处 那但是就是说他对他有好处到底是谁来认定呢 那每个部会都不一样嘛 因为我们现在每个部会是自己的各自认定的专责机关 所以如果一个不会认定说他这个学术研究目的 可以让大家在公共卫生上面变得就是 活更久了等等 那他认为这是对那个人有好处的 但是对那个个人来讲 他未必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是有好处的 他可能认为说他别的就是各自的 推出权控制权被遗忘权等等 那个才是对他有好处的等等 那当然因为宪法法庭不是在这个专门处理这件事情吗 就是健保自乐库事件案 那所以我就 因为已经到那边了嘛 我就很难讲什么了 那但是确实就是这个案子会决定 我们到底对于数据的公益性的判定 是比较民主化的 就是要那个人觉得有公益才有公益 还是比较不民主化的 就是主管机关觉得有公益就有公益了 那这个会决定我们接下来 在各自相关的跨机关资料的流通跟整合 要采行怎么样子的模式 那如果是个人觉得有公益才有公益 那你就要反过来说服那个个人说 我愿意贡献我的个人资料 去让你进行统计处理 这件事情是我的一个公益爱信捐献 有点像捐发票那样子的做法 或者是说大家共同出称资料的一些民间的团体 他会愿意去把他的insight 就是他训练出来极其学习模型 他的参数等等 这些东西真的都开放出来 那但是那个raw data 因为大家是相信他来储存 所以那个raw data是不公开的 就会变成是一种比较联邦式的 或者是开放演算法 但是不开放资料的 或者是同态加密的 差分隐私的 这些隐私正常技术 就变成你必须要进场 因为本来的raw data分享是不同的了 那但是当然如果最后的结果是说 没有了还是主管机关说 有公益就有公益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也尽可能的 至少应该要鼓励民间的 这些数据公益的创新 来减低我们的法尊的风险跟负担 你就把它想成毅燃物 灰发物 这个毒化物 虽然现在说我们还可以使用 但是如果有一些就是 真的是比较有机的生机的 没有污染的配方出现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来主动用一下 那至于关于就是宪法法庭的辩论 我是绝对不会这个特别表示意见的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居住正义要怎么样子建立所谓的social norm 让既得利益者也可以融入 这个是各位的专业 为什么要来问我这个外行人呢 对不对 大专家都在现场 我觉得我的贡献了 特别在防疫上面 像最开始我们接到KPI说 四分之三的人要戴得起口罩 要买得到口罩 这个真的不是我的专业 这个是公卫学者的专业 后来隔一年我们接到说 疫调要从24小时减低到24分钟 这个也不是我决定的 是严格来讲病毒决定的 那或者是说我们被要求说 这个到底这个成年人 这个要达到八成还是多少的第二剂 那这个其中eligible的人 超过七成要打第三剂 就是人口50% 那这个也不是我们决定的 这也是就是那个疫苗的保护力来决定的 又或者是说 我们现在说百分之50的人 要安装台湾社交距离 我们才能够简讯时间是慢慢退场 那这个也不是大家决定的 这个是蓝牙技术 跟就是exposure notification 这个API决定的 所以严格来讲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的工作 我们数位的工作 其实都是assistive 都是辅助性的工作 我们不是来下这些参数上面的判断 各位都是诱因机制设计的行家 我们的帮助只是说 让这样子的创新出现的时候 它可以扩散的特别快 也就是说科学你刚发发现一个东西 到所有人生活上都用 这个可能过了二三十年对吧 那技术从它发明到你申请专利 到一般人变commodity 大家都可以自己制造maker开始使用 这个可能也要十几年吧 那但是科学的应用是技术 技术的应用是数位 所以我们到了数位这一层的时候 就不是了 你的一个好的程式码 好的data pipeline 你只要按个键 那你下一秒钟 你就部署到全世界了 所以我们这边能够offer的 是一个快速的迭代的速度 让大家可以快速的去测试 很多种不同的 诱因机制的设计 甚至一定沉住上面去模拟 去simulate 那我觉得像我自己 对于分散式账本社群 这个的治理 我昨天才跟Vitalik 聊了整整两小时 聊这件事情 那他们在以太坊的工作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公共行政上面 我们也想过非常多的好的 诱因设计的方法 让既得利益融入的方法 像什么pay for success 这个社会影响利债券 什么平方投票法 平方募资法等等 但是我们都只敢在这种 纯创新的总统和黑客松 这种有点像民间活动的地方用 就是因为我们对那个参数的调教 必须要收敛到一个非常高的认收性 高的正当性 但是以太坊没有在管这个 他们随便都会开始各种不同参数的 这种诱因机制设计的分配 那大部分都失败了 而且失败有时候就是就上新闻 但是因为他们那个底层很安全 所以他们的失败都是公开的 因为上面运行的全是开放原始码 那所以每次的失败 你就看到Vitalik又写这次失败在哪里 Retro Funding哪里又有问题了 这个Quadratic Funding哪里又有问题了 但是当他们收敛到一些 真的蛮好用的东西 像这个平方投票法的时候 那我们直接拿来用 就没有成本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social norm 也许刚开始的时候 并不是在实际的那个D上去做 而反而是在像 他们现在要发那个Soulbound Token 这个SBT的那个完全链上面去做 他们之前有一个链上面的每块D 就是一个画布 这个画布上面每个像素 你都可以去宣称它的价值是多少 然后你宣称的话 其他人就可以照价收买 那但是如果别人不收买的话 你就要照价整税 所以他们把我们平均D圈条例 当年Henry George的那套 在区块链上面 就开始释出特别好的参数来 那这个相信我们在实际的地上 真的很难用这个速度去做迭代 所以我觉得就是跟就是链圈 不是币圈的那个链圈 保持这种他们继续做研究 那但是我们来收割 不是来参考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来做开发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一个社交 那我们可以一个pilot的这样子一个实验场 那直到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希望至少对这个问题有一点点启发 好我们是不是剩三分钟 那三分钟的话我们就快问快答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尽可能的让房客跟房东 都觉得他是这套系统的参与者 而不是这套系统专门是来帮助房东或房客的 我举例像当时Uber进入台湾的时候 最大的争议大概都是因为司机觉得说 Uber的演算法只照顾客户体验 当然嘛因为他们是这个风险投资的公司 而剥削到了计程车司机 那但是我们后来多元化计程车 就特别去开放在地偏乡的一些合作组织 甚至居服员的合作社什么 他们也可以经营他们的多元化计程车 对那这个时候他们的那个演算法 因为合作组织嘛又是老板又是使用者 那他就比较同时会兼顾到多方的需求 他可以来当那个协调各方利益的那个角色 但是坏处就是说这个参数大概只有在那个当地可以使用 但是好处是说如果每个当地都有这样子的做法的话 这个better practice它慢慢的还是会就是流传的 那像这样子一种就是比较像Eleanor Ostrom的那个八原则 就是社区自治八原则的那种想法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全台湾立刻推行 可能就要很小的规模来推行才行 这是从交通这边的一些经验的一些想法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个社创家 像侯胜总老师Donkey Move小旅行什么 他们有整套的这个做法 有没有什么最佳的食物 我觉得快速无痛合作 那就是你找现在最痛的那些痛点 然后去问那个最痛的人说 如果你是社会政委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来稍微止痛一下下 那通常这种情况下大家 我们这个叫做什么由创而商 可以变成由创而新 就是最痛的记忆由新的那个当下 是最无痛合作的 所以就是要保持那个resilient的心态 然后每次发生突发状况之后 立刻做一个post mortem 在那个时候是最容易合作的一个情况 意见议庭收敛之后的分流 主要的做法就是说 去找出大家不同的价值里面 那个共同的最小可行方案 像同婚就是结婚 但是不结因看起来是最小的可行方案 那反正这个对大家来讲 虽不满意但可接受 慢慢的心的绕着这个social norm 就可以形成 所以学历上这个叫做overlapping consensus 就是你挑非常非常具体的 像Uber的时候我们说 有人开车去上班 然后下班 然后他没有职业加招 但是想要再陌生人 然后稍微补贴一点油钱收他钱 就是你要凝聚到这种specivity 这个时候不同学派 不同立场的利益关系 好了他愿意来开始跟你讲一下 但你如果开始去探讨 什么是共享经济 什么是平台经济 什么是零工经济的话 那这个大概一辈子也收不起来 所以就说尽可能的specific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那比较喜欢哪种字体 这个能不能改变标凯体 我对标凯体充满了敬意 但是只是不能够 在小的荧幕上面来收看而已 那所以我觉得现在的 就是作为系统预设的黑体 就是思源黑 或者是微染症黑 或者是平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norm 就是你就说你的作业系统的黑体 那大概就没有错 如果是在荧幕上面显示的话 那我觉得怎么样执行公事 就是用无害病存的方法 就是说即使你兼具打疫苗 但是我透过口服药的引进 透过更好的 其他辅助性的治疗方法等等 我尽量不要变成好像是 你觉得被社会所ostracize 就是所驱逐 变成什么这个话外之间 裸命那种状态 但是反过来讲就是说 有打疫苗的这件事情 当时我们就是把全台湾 最愿意打AstraZeneca的一群人 透过民意调查公开资料的方式 显示出来 然后所有人就发现说 这些比我年轻的人打了也没事 跟我同年龄打的人好像也没事 而且你如果愿意接受AstraZeneca 你可以很快就达到疫苗 那所以当时是用了这种机制设计 radical market的这种方式 让大家这个供需 立刻就达到平衡 那你达到一个equilibrium的时候 其他人的norm会改变 因为他发现他旁边的人打AZ 打了没事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可以透过 一定程度上资讯的揭露 跟不是既有的游戏里面的博弈理论 而是去重新设计这个游戏的 mechanism design 去达到说 大家资讯分享之后 去达到norm往更好的那个地方 去改变 最后是说 资料保存期限过短 调不到资料到成办案的断点 可不可以给我们 这个属于个案陈情 解决方向的这种建议 当然就是一方面是说 你是不是给他这样子法尊的义务 那二方面是说 也许有一些方式是 不是取得他的road data 而是专门针对某些 你办案所需要的东西 反而是你给演算法 他帮你演算之后 提出来的这样一个做法 那这样子的话 他的那个log retention的 就是义务 不会因此而显著的加强 那但是呢 你事实上 又可以调得到 你所需要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要把那个目的性 讲得非常清楚 有点像说 我们简讯时间知道 现在就是28天14天 什么样子的 为什么是因为疫苗 是决定这个参数 但是我们不会提供给 好比上说要侦办 跨境诈骗防吸钱的人来使用 所以说当数据是为了公益的目的 而处理 这个资料的提供者 就比较愿意他提供个资 让你去做往那个公益方向的处理 变成有资讯参考性质的数据 那但是如果你一开始这个目的 公益性没有讲好 或者是你使命有所飘移 那他就比较不愿意来 就是跟随着你的处理的方法来做 那最后有人趁乱告白说太棒了 我也觉得大家问题非常棒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希望大家没有能吸收 我相信今天的 平民的这样的 建议或是解说 我觉得同仁应该很多的刺激 多了很大的生机 那实际上我也 对您刺激很多 那应该也可以开始刺激更多同仁 那我不晓得最后 政委同仁再给我们鼓励一下或激励我一下 那委内政部您希望您看到内政部是一个什么样的 好吗 是 谢谢次长 对 我想 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受到这个刺激 或者是受到这种感召 要记得要增加这些好的想法 好的创新的那个基本传染数 我们整套假讯息防治 而不需要下架任何东西的前提 都是说我们民间有非常多帮助 我们把可爱的总裁提醒大家戴口罩 挺洗手等等的这些 值得扩散的社会创新 让它扩散的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的那个R值 能够高过这种口罩里面有5G填线 会脑破控制什么的那些东西 那种假讯息的R值 所以就是说确实啦 我蛮期待就是内政部也好 任何部会的同仁也好 当你在公务的过程里面 你自己想到一个创新 从社会上知道一个创新 知道一个产业界创新的时候 也尽量透过比较容易理解吸收的方法 然后呢透过开放的授权 不去主张反权 反权所有翻译必救 而是相反的鼓励大家 去透过重用CC 透过开放圆满的方法 去把它remix成任何时下的 年轻人长者 各种不同文化的朋友 都能够自己运用的这些民音 那把自己民音化 那这样子的话 到最后这些值得传播的理念 才真的能够成为 我们社会的common knowledge 所以就是多相信人民了 Trust our citizens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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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